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副主任你好 金荣你好 究竟什么是生物相似性药 请先看一段动画 标榜药又分为小分子化学药和大分子生物药 其中小分子化学药是按照固定的化学结构制造出来的 但大分子生物药则是用活体细胞生成 我们也称为生物制剂 目前有越来越多标榜药物就是这类型的生物制剂 和化疗药的商品一千自商八百相比 标榜药的精准治疗当然更好 但费用也更昂贵 尤其生物制剂型的标榜药 因制成技术门槛高 价格也相对较高 这对病友或国家医疗系统的财务 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 幸好原开发厂生物药在专利到齐后 可以开放其他药厂 依照原来生物药的分子结构特性 制造出疗效相当或相似的药品 这种药品便是近日越来越受到 国际医药市场所关注 也逐渐成为欧美并有使用的生物相似性药 在跟大家解释生物药或生物相似性药前 可能还是要从标榜这个角度来谈 标榜的药物作用 在这个整个癌细胞的治疗过程当中 扮演什么这个功能 这个江副主任 好那我们就很简单的 把很复杂的东西来讲清楚 那这是一个细胞 细胞中间有细胞核 那细胞的表面就有这个叫做受体 那这个受体就是要把外面的讯号 传到细胞里面来 就会造成细胞的快速分裂 癌细胞就可以自己长出一些新的血管来 吸取养分 那我们就要阻止这样子的讯号传递 讯号传递的阻止呢 最主要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从细胞外来阻止它 那我们就做一个药物呢 把它卡住 另外一个是从细胞内 细胞内的话 我们就要用小的分子来 才能够进到细胞 然后阻止这个讯号的传递 生物药就是在做这个从包外来结合这个受体这个比较大的蛋白质药品 来达到这个阻碍讯号传递的功能 因为这个生物药呢 因为它非常的大 结构非常大 我们要用化学合成去一个一个氨基酸去把它组起来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运用活的细胞 活的细胞本身就有从DNA RNA做成蛋白质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就把我们想要的一段DNA 放到这个活的细胞里面去 这个需要高的一些生物科技 这个就很花钱 很花技术 然后放进去以后呢 这个细胞本身就会去根据它自己的功能 从DNA转入成RNA RNA转益成蛋白质 那这个蛋白质就是我们要的药品 活体细胞它是活的 我们没有办法一步一步的去完全掌控它 所以当有人要去复制这个大分子药的时候 我们几乎没有办法一比一的完全复制 从它的第一级结构到第四级结构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复制 所以这就是后来我们产生出来的叫做生物相似药的概念 所以刚刚讲到的生物药的复杂度 对 真的很复杂 这里是生物制剂的生产过程 12345678 哇 这还只是简化的一个节奏 对这个是简化的 所以一个生物制剂的研发 一直到最后能够生产成病人可以使用 大概一般要花多久的时间呢 一般来讲大概如果是原开发厂的话 它要花的时间应该是算五年到十年之类的时间 当我们在最刚开始要找到这一个细胞株 这个细胞株能够非常稳定的生产我们要的 对 这个需要筛选 这个筛选就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对 所以包含把DNA放进宿主的细胞 然后细胞株的选择培养跟成长 然后之后还要建立独特的主细胞库 细胞的培养跟复制扩张 然后进一步再分离纯化 然后呢再把它的特征给稳定了 然后进一步的成型充填包装 然后稳定度很高 然后它才能够给病人去 每一批每一批都要相当的稳定 而且它的差异 每一批每一批都有一点点小差异 因为它是活细胞对吧 没有错 活细胞你没有办法控制它 所以它每次做出来会有一点小小的差异 但这个小差异呢 是在我们临床上面 是不会区分它的差异的 所以呢慢慢的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可以去有一个复制品 也可以达到这个非常小的差异 另外一家公司 就可以做出一样类似的产品出来 因为当只有一家的时候说真的 它的费用相对会比较高 没有错 所以这里头就涉及到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名词 叫做生物相似信药 那什么叫做生物相似信药呢 我用最简单的定义来说 它的相似在哪里呢 因为它的具它的立体结构相似 但是它的第一级结构要完全一样 好难喔 这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蛋白质有四级结构 第一个结构 第一级结构就是线状的结构 线状的结构就是氨基酸的排序 所以这个氨基酸的排序呢 要完全一样 不能够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一次互换 绝对不行 就是你眉毛眼睛鼻子都要长在这个位置 你不能鼻子长到额头 眼睛长在下巴 对不对 这里要长一样 OK 但是第二级结构 平面的或是立体的 或是到第四级 有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 就眼睛大小 差一点点没关系 没错 但是你位置要长对 没错 这个好 这个解释好 这个比喻好 好 所以呢 这叫做相似药 但是相似药呢 它的疗效跟安全性跟品质呢 要跟原开发厂药 没有差异 要没有差异 那怎么管控呢 我们如何去审核 是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介绍 一个新药 一个新药要上市的时候呢 因为它其实是从无到有 所以它就是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呢 它要证明它自己的疗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原厂的方式 这是原厂的 对 倒三角型表示说 它在开发它的分子 跟它临床前试验 它所花的时间跟金钱呢 相对于后面的人体试验来讲 相对少 人体临床试验 一期二期三期 这要花非常多的费用跟人力 这样子呢 才能证明呢 这个药品呢 可以治疗这些疾病 好 那旁边这个正三角型呢 底下比较稳 比较大 比较稳 那这个叫生物相似性药品的一个开发过程 原开发厂药已经出来了 对 它的结构 它的氨基酸的排序 我们完全知道 所以呢 在生物相似性药品 要追求的是什么 不是超越性 是相等性 哦 OK 新药要追求的是 我超越现在的 旧的传统的制药方法 我才能够上市 但是生物相似药 它的存在意义是 跟原厂 原开发厂的要一样 对 要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在最前面 物理化学特性 还有生物功能特性这边呢 其实要花非常多的时间跟人力 来去处理这块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要确定 这个生物相似要这个分子 跟这个原厂要这个分子 它的相似度 高度高度的相似 那我们确定 它后面的临床效果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因为原厂已经做过了 对 面对健保或者是自费的角度 您怎么看这所谓的生物药 跟生物相似性药 目前我们已经有一些生物相似性药品 已经拿到健保 那它的这个合价呢 基本来讲是所谓85者 就是原厂 就是原厂要 它有一个健保价 比如说100块 那生物相似要就是85块 但是这个85块 因为它有一些不同的条件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合出来 大概是75到85之间 中间就会差 可能差到20块到25块之间 但是这个对整个的健保的花费来讲 这个节省是非常大的 我们目前的健保给付 在标靶的这一块全年度 大概是多少钱 2018年有个数字 2018年有个数字 我们在健保的申报 生物药上面 生物药的申报是300亿台币 占了16个percent 如果我们可以在当中呢 可以有一半或甚至更高的比例呢 可以用这个生物相似药的话 我们可以省非常多的健保的花费 所以我们把这个节省的药费呢 我们可以来扩增 现在原有的药品的适应症 另外呢 可以让更多的新药 可以更快的进入到 健保给付的范围里面 那这样可以让更多的病人 可以得到利益 那自费的部分怎么看 如果我们病人用自费 来购买原厂药的话 那当然它就是一个比较高的负担 那如果我们有 生物相似药可以选择的话 那当然就会下降 我们民众的负担跟病人的负担 但是因为这个就很多病友 或家属会在这个部分有所挣扎 就是说 那这个一个是所谓的原厂生物药 一个是所谓的生物相似性药 那我要怎么看待 不要选错 因为你治疗就那一次的机会 对 我要怎么评估呢 是 所以就是根据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从一个所谓什么叫做生物药 什么叫做生物相似药 以及它的整个研发 还有它的整个审核的过程 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 相似药 是在它的结构相似 但是这个结构的相似药 高度高度的相似 那你说那要多高度 对 用在病人身上 90%病人的治疗效果 跟它的安全性是分不出来的 这个部分国家有管控吗 食药署在审核这个生物相似药的时候 它基本上有 应该有最少有200项的标准 必须要符合 这200多项的要这个标准的符合 就是为了要确认 这样的高度相似的结构 临床的结果 是没有差异的 那面对生物药跟生物相似性药 江副主任您的建议是什么 癌有要怎么去思考跟评估 我想癌有在面对这个生物相似药 应该有两个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可能 医院把原来的原厂药 换成相似药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选择其实是被限制的 但是呢 其实在医院的角度来讲 应该医疗人员要主动的 来告诉我们的病人 他的药已经被换成相似药 甚至更谨慎一点 可以签一个同意书 另外一个机会呢 就是我们的癌症病友呢 他可能在接受一个治疗的时候呢 他这个治疗是有可能 可以使用到生物相似药 那我是 我就建议我们的癌友 可以跟我们的医疗人员医师 询问说 我现在的治疗 所使用的标靶药 有没有可能可以使用相似药 因为费用有一段差距 对 因为你自费的部分的话 可以使用到生物相似药的话 它的花费会相对的低不少 那我建议就是我们的病人 可以相信 我们的食药署核准的生物相似药 它的品质跟安全 它疗效是绝对是相等的 那在这个基础之下呢 我们就是可以来非常有信心的 来参与在与医师的讨论当中 那医师可以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 然后癌友这边呢 也可以来做一个选择 那特别是因为对于自己的经济的负担来讲 是有一个帮助的 所以这样子解释过之后 我相信很多的癌友 在面对癌症治疗将来的趋势 尤其是标靶治疗 甚至是免疫 这些都是用生物制剂做出来的 那么我们也势必会在原厂的 生物药专利到齐之后 面对很多生物相似性药的选择 那您原来的一些担心或者是疑虑 我想今天的江副主任 有做一些基础的介绍 跟给大家的了解 或许帮助大家在真的选择的时候 可以做更清楚的指向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江副主任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您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欢迎可以打电话到 癌症希望基金会的免付费专线 看癌攻略与您一起携手看癌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